都关于否对未来的影响大吗 一是大 二是不大 但是能出来这个话题呢 要么 就是真的很大 要么就是之前认为很大 现在在反思 真的有那么大吗 或者是 真的有那么有意义吗 这个事 那针对这个呢 首先 就类似于其他事情 你有一个证书 说你曾经在哪 我的第一名 那只是一个敲门砖 能让你更好的 说接触到 融入一个圈 而后的这些事情 都是你很多从头开始的 但是有些人 企业虽然再多 但比不上就业的人多 尤其现在这个经济形势 所以 有些东西是很有用的 至少是人家筛选 没的山羊也不认识你 你光认识他 甚至你也不认识他 那只能是卡一些点 就像我们的法律法规 只能是为了方便 整体学术 方便选拔 来定一个所谓的门槛 实际上很多人更优秀 那就需要你另找途径了 他就卡这个学历 就卡一些 所谓的经验 其实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你没用了 但是你就拿这个 当成自己的广告门面了 那就有机会 很多事情 你在这个上下功夫 出了很多的说法 那么对于他的 是否有夸大 其实也同样解释了 对于他是否真的有多大意义 我们来说说看 首先体育 他也是 外交的一种途径 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曾经我们有乒乓球外交 类似于这种事情 而且国外人 他是很注重这些 甚至国家领导人 都喜欢很运动的 这种事情 你看我们国家 虽然他也喜欢踢足球 但是他 你看我们足球队 还是这个样子 中国男足 还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他不会把重点 他也放在这 这是我们领导人 了不起的地方 按说 我一把手喜欢 那底下的人都喜欢 这方面一定很行 但我们却不一样 可见他的地位 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他只是一个体育项目 运动而已 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竞技 有很强的体魄 看上去什么肌肉男的 是金刚芭比 现在奇葩的都出来了 女性还是以荣美为好 怎么会这样 没办法 而且形成的这种竞技风气 都是老外的这一套 你看 我们讲这个强身健体 不是说你某些方面很突出 另一方面就很不行 而且我们更在乎技术方面的 你看打的都是小球 平满球 有毛球 我们中国人最了不起 最聪明 最厉害 外国人就笨笨的 大球他们反而 这个场地很大 门很宽 他反而是很有劲 跑步这种事情 一下就出来很多项目 所以为什么 你看一看美国 每次都第一 金牌你说中国跟他差不多 但是 银牌同牌 他们始终是第一 因为那些项目是他们西方人组建的 他们又有钱 又会招募各种的黑的白的 你不管是哪的人 他号称有个这儿 他就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就行 如果是中国 那加上很多武术 那各门各派都出来 又美观 又强身健体 至少比他们那些更科学 更有效 不是只在乎外表的很强壮 内心里边气势乱的 那中国人永远第一 中国人最聪明 这是他们定的规矩 问题在这 所以我们得到金牌 跟他的数量差不多 已经很了不起了 银牌 铜牌反而少 但是这有部分 这个概率已经很高了 但是有过分的竞技体育的这方面 我们自古都是讲 至少过去说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这个法尔重要 为了外交 为了大家都